10月23號呢 3Q陳柏惟就是罷免的這個日子 那現在看起來呢 藍綠的陣營都已經是拉開態勢了 主要就是在綠營這邊 我們看到說民進黨的秘書長林錫耀 真的是到台中去整軍了 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這個要來請教一下這個政量 你覺得黨中央 並沒有做決議說要去支援 但是人其實都跑去了 都贏去了 那到底是怎樣 因為台灣有兩難嘛 你現在怕黨對黨以後 把那個疫情炒高 因為他現在要兩千 七萬兩千 七萬三千票 七萬兩千多票了 七萬三不容易 不容易達到 炒熱就可能達到 沒有炒熱可能不容易達到 所以到底炒熱不炒熱 我覺得兩黨其實 其實國民黨現在也沒 我都了解也沒進去 國民黨也沒進去 朱立倫有去 江錢有去 但是國民黨並沒有做個決議說要去 民進黨也沒有決議要去 但是民進黨林錫耀什麼也去了 一些立委也去了 到底怎樣 到底怎麼樣 因為目前激進黨是進駐啊 陳柏惟的邏輯好像是要對決 因為他覺得太低調恐怕就會被踩死 那這一區是這樣 2020年我們知道 蔡英文在台中贏 韓國瑜贏了36萬票 結果陳柏惟 只贏了炎寬恆五千票 五千票 就是其實陳柏惟是 趁著這個 蔡英文是 他在高雄連議員都沒當選 你應該說 你應該說這一區 真的比較懶 沒有 當時其實 炎寬恆呢 他真的是受到韓國瑜之類 很強 因為炎寬恆是最早喊出來 就是 利品韓國瑜 投炎寬恆一票 投韓國瑜一票 他把他跟韓國瑜綁在一起了 對 所以當最後的那種艷韓 好就是說要去 討厭韓國瑜的這個力量呢 跟蔡英文的這個力量 結合起來之後呢 使得蔡英文在大台中 就台中的大贏 才拉了陳柏惟吧 即使是那樣 他也只贏五千多票 對 所以你去想嘛 就是 炎寬恆大概30歲以下的票 他幾乎都跑光了 對 通透沒了 所以他本來是應該要勝選的 那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 炎寬恆的總票數還是有10萬多 所以 11萬2 11萬2是陳柏惟 炎寬恆是10萬7千 對嘛 10萬7千嘛 對 差五千 那10萬7千你說要湊個7萬3 也不容易 而且現在 很難 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投票率沒有那麼高啊 那選總統跟什麼一樣 可是你看一個數字 可是這個就意味著 那些人並沒有支持陳柏惟 對 那但是支持他也有11萬多啊 有4萬2千票啊 支持11萬多跟現在 現在2021嘛 因為過完一年 不過你現在有幾個關鍵啦 氣氛就不一樣 我認為比較準的不是上次的選舉 那個77%的投票率 蔡英文因為拉到77% 所以立委也有77% 對 從來沒有這麼高 你要看上次補選 顏寬恆跟民進黨 補選的時候呢 投票率只有40幾% 不是顏寬恆跟民進黨啦 顏寬恆跟民進黨 顏寬恆有參加過 他第一次是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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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選的時候 只有40幾% 換句話說 當沒有總統選舉拉抬 只是補選 只是單獨兩個 只有40幾% 分到兩個人去 所以每個人只有6萬多票 顏寬恆也 以民進黨沒贏多少 以幾千票而已 以一千多票 所以這樣對陳柏惟來講 不是低調是比較好的策略嗎 我覺得是 然後就一路表示 會反省自己這樣 對 但是他也沒反省自己啦 那也就是說 上次補選只有40幾% 兩個都只有6萬多票 所以你這是要跨7萬3 當然不容易啊 很難 怎麼會容易呢 你不能拿77%那是兩個 那是很多因為蔡英文 去投蔡英文 去投韓國瑜 水長船高拉上來的 這是單獨為 尤其這次還不是兩個 這是單獨為了陳柏惟 因為顏寬也不在選票上 單獨為了陳柏惟 昨天那個淑慧告訴我 他昨天淑慧去 淑慧去掃烏日菜市場 所以大概10個裡面 有5個很茫然 根本不知道罷免這個事情 沒錯 然後剩下大概有兩成 跟他們比好 當然又有人比到戰 然後有兩三成 知道他知道但是沒表態 所以光要達到這個 七萬三的門檻是不容易的 而且現在的選霸法規定是 七萬三只是門檻 過了以後呢 你贊成罷免的也要有七萬三 要這麼高 對啊 所以不容易啊 因為你過了門檻之後 同意大於不同意 他肯定就是這樣嘛 真的 同意大於不行 同意就要大於七萬三 對啊 沒錯啊 假如我過了八萬三門檻 對 同意還是要七萬三 對 你不能說我到了八萬三 什麼同意五萬 不同意三萬多 這個沒有過 同意還是要七萬三 所以我們剛才要問 郭正亮的關鍵就在說 民進黨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他們想要幫這個 陳柏惟守住這個位子 還是說其實 雖然檯面上面呢 是表示好像我支持 支持你去抵擋這個罷免 可是實際上呢 其實無所謂 到底民進黨怎麼想 你從他們現在的佈局 你看起來他們怎麼想 因為確實那個兩難存在 比如說黃捷那個選區 那個鳳山偏綠嘛 所以真的就是全黨動員 包括陳其邁也陪他掃接 不能輸對不對 沒有 因為那一區 動員的結果會贏賣 結果黃捷的得票 果然就超過罷免票 就對決了 那坦白說民進黨在中二這一區 跟嚴家對決也超過20年了 從來沒有贏過 那是因為那一年很特殊嘛 所以陳柏惟贏了5000票這樣 所以 確實動員不容易啦 我是看到了一個私下的民調 我就不說來源 那那個民調是顯示有 接近9萬人願意投票 可是這個當然就是 動員力度的問題 那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動員力度怕不夠 所以 因為坦白講很多人對陳柏惟也不熟 所以你去講他個人的不好 有很多人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你看最近就開始 在訴諸一些議題嘛 比如說包括萊豬啊 包括採購疫苗啊 或者是最近那個大麻 就有人開始用議題開始動員 那我覺得因為還有十幾天 那基本上會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那個就看最後的動員力度 我想民進黨在看民調啦 民進黨內部一定也有做啦 那據說嘛 今天不是媒體報導 據說民進黨做的民調是差6%啦 差6%就可以罷掉 差6%陳柏惟就很危險喔 因為你有十幾天嘛 這個熱度一定越來越高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知道另外一個民調在邊緣 在邊緣 在邊緣 所以大家都在看 到底是私下動一動 表面動一動 還是真的請全力去動 我想可能這一個禮拜應該會有 會有結果 林須要搞不好去也是探探 看看那個狀況嘛 看看虛實啦 看看情況怎麼樣 對對對 因為那個地方是很保守的啦 烏日啊大渡啊龍井啊 那個地方 霧峰 等等其實 其實很保守的地方 比較傳統啊 傳統那你陳柏惟提出來說什麼 開放娛樂性大麻 大麻 撞牆了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美國也不過 美國到現在還有很多州都沒開放喔 對不對 他最多能開放到醫療性大麻 解除病人痛苦 抽得爽的 鄉下人 你在講什麼 我們怎麼選出這樣的 而且他講了很多話都怪裡怪氣嘛 所以他現在要訴訟的就是 那五個鄉鎮的民眾 會不會覺得說 選出這個人很丟臉 很 我們怎麼會選出這樣的人 還是覺得選出這樣的人很 至少沒什麼光榮 上高雄我跟你講喔 我浮選過類似這樣的地方 事實上 晚上他們都九點十點就上床睡覺了 所以 你們那些重要的節目他們都沒有看這樣 對 所以說其實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對於這個議題的這個關注度 知道說10月23號要罷免的人數會那麼的低 就跟這個其實沒有被炒熱有關係啦 然後呢發起 不過我覺得很有意義的是在說 發起罷免陳柏惟的是年輕人 是當local人 原來是投他的啦 對 當初是因為討厭韓國瑜 然後呢支持陳柏惟 然後覺得說他提出來的議題呢 對他們來講很有吸引力 可是就是覺得說他一件都沒做到 什麼要中火停機一天啊 然後也沒做到 然後竟然要他們吃萊豬啊 這些的在地議題他們很關鍵 所以最初出來罷免他 何蓋他倒霉啦 最近立委憑賤 又把他憑了一個什麼一星 大家不要比那是米其林一星啊 不是啊 滿星是六星啊 一星是很爛的啊 墊底的一星啊 網路上面的討論也不高嘛 是不是 很快的很快的來談一下 網路上其實就是之前那個 連署的時候有一段討論 而且那個時候連署的時候 看起來他們就是有在認真連署 因為你看他們的連署書的那個 不合格率其實偏低的 因為我平常無聊會做那個 各個罷免案的那個連署的那個比例 他們是偏低 所以代表說他們是有在認真連署 然後呢那個後來連署過後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冷了一段時間 但是最近就可以看到 顏寬恒他就是當志工啊 然後江啟成也說他也要去那個幫忙啊 然後還有那個招康前兩天也發文嘛 好所以其實這兩天那個 熱又開始熱議起來 網路上就開始討論這件事 但是因為陳柏惟因為個人爭議性也蠻大的 好所以其實就是又開始把他以前的舊帳翻出來講 然後再加上他好像這兩天有個新聞就是落淚嘛 好所以大家就開始嘲笑他說那個 當初韓國瑜被罷免都沒哭了 為什麼你可以哭 他就他現在還沒被罷免他就很緊張 然後他現在講出來就是說一些 你們幹嘛要來罷免我的這個理由呢 就是是他當初去罷免韓國瑜 他當時罷韓的時候呢 韓國瑜的發言人是當時的 新聞局長鄭兆欣就曾經說 說呢我們當市長是四年一選嘛 對 那不滿意我 你四年以後不選我就是了嘛 要再給我繼續看看嘛 他們不可能一定把他罷掉 那你陳柏惟之前 過了一天講說民意代表 立委四年任期 我現在做一年多已經把我報名掉 那我報好四年以後不選我就是了 那當時你不是這樣罷掉韓國瑜的嗎 所以我想說政治的縣市暴 立刻就暴了嘛 當時你就用這個理由給他罷掉 你要說你給我四年不肯 那你現在叫他給你什麼四年呢 好 怎麼樣 這個朋友問我說老趙你會去台中 會 10月16號我會去 一大早就去了 10月16號禮拜六 是 就在罷錢的一個禮拜 最重要的時候我去 我會去掃街 剛才是哪一位用 鄭立文會跟我一起去 那一區哭有用啊 嗯 那一區哭有用 那我去也哭好了 真的耶 你不可以找我給你講 我是烏日人耶 這樣 當然了我去 他還不是耶 他是高手去 我爸爸是烏日國中老師 我媽媽是烏日國中老師 坐著幾十年老師在那邊 這還是烏日人 怎麼 你靠我靠我靠我靠你 你靠大聲 今天這個評論最關鍵的 就是趙先生人客出手了 講到半天我原來最關鍵的王牌 10月16號要出手 我跟大家講 這個罷免案其實是困難的 我們不但10月 好吧還有其他的活動 好不然你講 那趙先生你要先把那個 後續的那個 不你趕快先講 沒關係請說 對你請說 這個罷免其實真的相對困難 雖然最近呢 那個新聞討論的 也是瘋瘋火火的 跑去什麼中國大陸當這個主播 後來說是ESPN 說這個不要買疫苗 是因為是中國大陸疫苗 對不起 那個主文寫得非常清楚 是四款的疫苗 沒有中國大陸 我們台灣也不能買 因為陳中部長講過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 雖然講X話可能是陳柏惟 常常會上新聞 跟邱國正講台語 可是真正可能會讓他 最後如果被罷免通過的話 我還強調非常困難 就兩個硬傷 之前第一個硬傷 就是不買疫苗 你怎麼講都沒有用 蔡其昌副院長這兩天出來講說 是因為我們不要買中國大陸的 蔡其昌副院長 請你告訴我們 如何能買到中國大陸疫苗 此刻 現在 陳中部長說法令上 根本不能買國藥科興 怎麼可能 第二個 當時6月18的那個主文 傅崑奇提的是 是要買到 一個月內加買到4000萬劑 什麼叫加買 當時我們的基礎是1981萬 加買就是再加2000的意思 買好就好了 你不要 國民黨提了 你說你不要 結果呢 結果沒有在一個月 一個月以後7月22日行政院就宣佈 多買莫德納3600萬劑了 就是這個嘛 但你投了反對票 別人沒有被罷免 算了沒有人討論 你被罷免了 人家拿出來講 你必須要正面對決 為何當時投下反對票 為何你不買疫苗 那現在在台中二選區 沒打到疫苗的人 自然就會有惡感 仇恨感 我討厭他 我要罷掉他 那第三個最重要一點就是 昨天朱立倫所拋出的那個 算是放大絕了 你大麻嘛 那大麻這個東西 確實陳伯偉你是講 你支持要用大麻合法化 要用的喔 然後呢 娛樂性大麻要分階段開放 這個是清清楚楚 你自己在2019年12月21號 老天鵝娛樂的那個節目當中 因為那一集本來我也要去啦 後來沒用 是你在裡面講的嘛 所以你也是關鍵人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支持要用大麻 為什麼不行 立法委員就 我就是支持 我還支持這個紅燈區 我還支持對不對 姓陳伯偉都可以嘛 你講出你的觀點就好了 可是你在當立委之前 因為那時候12月21還沒當立委 他可能也不覺得自己會選上 他講了這段話 那現在又要多說 這是不好喔 你不要說不好喔 因為你真的說你支持 要用大麻 以及娛樂性大麻 這個階段性開放 你不要逃避話題說 國民黨什麼加大家黨 國民黨現在沒有加大業大啦 連黨公信訊都發不出來了啦 還叫國民黨加大業大 你要正面對決這兩個話題 為什麼不買疫苗 為什麼你支持大麻 你可以還是講說 我的觀念就是 主要是要用 那現在重點好 黃潔跟那個王浩宇 王浩宇先嘛 是今年的1月 那黃潔是2月 黃潔他那個連支持的票 都沒有比反對的票 還多5萬多票而已 可是王浩宇 大家要知道喔 我把王浩宇的票數 跟大家念事可能都忘記喔 王浩宇是8萬4千多票通過 可是他的門檻是8萬1千9 他只比那個門檻多了 2千6百票而已 2千6而已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的 所以這兩個選舉 黃潔跟王浩宇都沒有疫情 當時1月2月都沒有 現在有了 其實相對困難 要7萬3其實並不容易 民進黨明天決定了 這五個選區的 這一個選區五個地方 明天總統打疫苗 其實應該也是啦 有疫苗就把它打完 這樣就可以去了 關鍵他們要為了 他們要為陳柏惟這樣付出嗎 民進黨不會的 未來怎麼樣我不知道 至少so far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根本沒有去幫助他們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找到我 為什麼 3Q總部打給我的小編 說能不能請戰鬥欄支持我們 我說不是國民黨會支持 他說國民黨 從來沒有支持過他們 一毛錢也沒給他們 通通沒有 那甚至講得還難聽 說只是蹭他們一下而已 懂不懂 根本沒有真的去幫助他 這兩天你看到 江啟成有去一下 朱鑿有去一下 那是去一下 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所有去的這個民意代表 都是戰鬥欄的 我們每天派人去 他們真的說 是不是請我們支持 我覺得很可憐 其實我原來要管這個事情 我覺得好可憐 怎麼會弄了半天 居然沒有人去 真的沒有人去支持他們 所以不是黨對黨 黨對黨個屁 根本沒有什麼我講得難聽 很氣 他們3Q總部很氣 那當然他們標準很嚴 譬如他們說 希望我們幫他邀什麼人去 我們也推薦一些 我們覺得還不錯的 都被他們拒絕掉 不要 他們要比較年輕的 比較在地人會認識的 他們希望這樣的人去 然後或是說 這個不是只有藍軍 甚至淺綠都能夠支持的 中間選別 他們其實很嚴格的挑 他們比較知道當地的情況 那我們就配合你 你要我幫助什麼 我就幫助什麼 但是我告訴你 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中央黨部 根本就沒有幫他們 不過其實形勢有點變化了 就在於是說 因為這個江啟成 他在後期的時候 他就把3Q當作是他 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然後現在朱立倫 好像也是把3Q變成是 當主席選舉後的第一站 但剛才趙先講的一個實質上是說 他們雖然都去了 可是他們沒有太多的 真實的援助 沒有真的去幫助他們 真的沒有在幫 好 我們回答完這個問題之後 要不停的這個 要回應這個小編不停的催促了 要我們談有關於 搬遷這個蔣中正同向的這個話題 來 請趙先回答這個問題 拼例說 有人說陳柏惟罷免是 嚴家以權壓人 你怎麼看 嚴寬人都落選了 他有什麼權來壓呢 事實上那個阿芳他們是 原來是剛剛講 原來是支持陳柏惟的 那現在覺得他們沒有達到他 阿文 台中阿文 說是他們這個 Max 阿文他們 說達到他當時選舉的時候的承諾 所以要罷免他 其實開始是他們自己發動的 發動了 嚴家其實我認為嚴家也在觀望 跟民進黨中央一樣也在觀望 如果你根本沒有機會 他幹嘛跳下來 那就是看了 嚴寬人前來不是跳下來嗎 也就是看了差不多了 覺得在邊緣了 才跳起來加一把力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謹慎 你懂嗎 民進黨也在看 如果民進黨發覺是 民調不會贏 他根本不會跳下來 如果他覺得也在邊緣 加一把力也許又不會過 他才會跳下來 是 而且我覺得嚴家 在做這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他還有更多的政治顧慮 就是像你剛才這樣提的 就是像拼例你提的 就是說我當初是因為輸了 所以現在出來 然後說說我要來變成義工 來聲援說是去罷免這個陳柏惟 就會被這樣子批評嗎 說你以權壓人嗎 輸不起嘛 所以他們的顧慮就會比較多 好 我們現在來談一下 就是有關於 馮世寬退府會主委 他在立法院公開的表示 就是他認為這個講公的一項 而且他都講講公講公 就不應該從中正紀念堂移除 同時他也認為促轉條例 當時在訂的時候 他就是不贊成的 因為馮世寬已經不是第一次講 其實軍方基本上都不贊成 但是他作為一個 蔡英文上台之後 就一直受到重用的軍事的官員 不管是國防部長後來到退府會 他的這個立場其實沒有變 我覺得倒是顯得在民進黨的官員之中 顯得非常的特別 也不只是馮世寬 國防部長什麼 只要軍方都不會贊成 因為當時軍校 就是蔣介石成立的 黃埔軍校 一路下來 沒有 趙先生你忘了 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那時候 第一次當總統的時候 在陳水扁那8年期間 沒有兩個這種軍事的首長 會在立法院裡面公開的支持說 我反對 反對蔣官同向一出 沒有 基本上他也不會支持 你這問他個人 一定是反對 你告訴我誰支持 他們那時候的回答呢 都是比較保守的 馮世寬比較直白 馮世寬就是很直接 那你邱國正也很直啊 也反對啊 我就說邱國正不錯 邱國正不錯 邱國正跟馮世寬還不錯 其實 他如果在立法院殿堂告訴你 他支持蔣公遺項被拆掉 他被罵死了 他軍系就被他罵死了 他包括退以後 大家都吐他口水 同學會沒有人邀請他 誰敢啊 對 真的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他們只有在這個 陸軍官校的時候 我記得在2000年到2008年的時候 在陸軍官校那時候 要去移除這個同向的時候 當時這個軍方呢 就是反對的 可是呢 對於其他的這個 同向的移除上面呢 軍方的態度呢 就比較狡猾 然後那時候呢 還是有什麼 你是我的巧克力等等之類 我要說馮世寬特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從一開始 第一時間 在被問到的時候 他的態度呢 都是非常的堅決 不是 為什麼 是因為他是性情中人嗎 還是怎樣 你剛剛講的 就在哪裡移嘛 比如說今天在一個國中 你要去移 軍方怎麼管得到呢 軍方只能就他 看到比較大的 重點的地方 他當然反對嘛 你比如說中正紀念堂 你移掉他怎麼會贊成呢 我相信以前也不敢贊成啊 但是你說 什麼哪個學校啊 哪個地方政府啊 他軍方也管不到那麼多嘛 對軍方來講 蔣介石就是他們的老校長嘛 從黃埔到的中央軍校 就是校長 一路就傳承 以前的國軍哪有國軍 就是黨軍嘛 從北發抗戰 一路就是黨軍嘛 所以你現在把他那個 同向給他移了 而且是那麼有指標性的同向 你當眾問他 他怎麼可能贊成呢 當然要反對嘛 其實你是我是我 那不管你自己本身怎麼想 不可能在立法院 同意這件事情的啦 是 那個正亮你怎麼看 人都不要做了 這個民進黨的思考就是 比照西班牙的法朗哥啦 因為法朗哥2007年 西班牙通過歷史記憶法 要求移除所有同向 所有街道都要改名 那這個當然就是最激進的啦 那後來確實就全部移除了 那蔣介石在台灣就比較特殊啦 因為蔣介石雖然有白色恐怖那部分 可是你說 土地改革跟他也是有關啊 那保衛台灣早期跟美國的關係 也跟他有關啊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功過的問題啊 知道老百姓對一個人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同向 如果只有象徵性的幾個地方 那蔣介石的同向真的是太多了 多得嚇死人了 所以如果是那個 到處都看得到的那些 我覺得要移除那個比較沒有爭議 可是你說要全面移除 包括中正紀念堂這一種 現在你沒剩幾個了嘛 這個就爭議比較大 現在其實那不 李旭聯不都放在桃園嗎 我那個今天不是要移除那個 光復國小 對 他搬到光復國小 台北市的光復國小那個 那個在這門口 就是在那個巨蛋對面的那個光復國小 他其實是搬到要搬到士林官邸啦 我看校長跟那個家長也是 他們也是為難就是說 我覺得剛剛我們談這個話題就是 因為關鍵是中正紀念堂啦 對啊 因為中正紀念堂 所以馮室寬這麼清楚的表態 才會很特別嘛 對 可是馮室寬 他是退府會主委 所以他在這個角度講這樣的話 其實你看 就是包含了蘇內閣跟蔡總統 好像看起來是允許他這樣子講的 只是講歸講 他不會影響最後把他移除的結果 只要民進黨去執政 他應該就把他移開的 你覺得一定會移嗎 我覺得會移開 現在民調也反對嘛 連台北市民都反對 反對比較多 他真的會移嗎 他就是一個歷史 對不對 而且你今天別的地方 你移就移吧 中正紀念堂 本來就紀念獎中正 而且不要忘了 很多人捐錢耶 很多老百姓捐錢 很多人寫信給我說 幫你把錢還給我 那不是完全政府的預算 很多老百姓也捐了錢 那時候成立文化基 所以他這個行政法人 有很多的錢來自於這個民眾 老百姓捐的嘛 人家捐的 所以我就講說 那你民進黨如果是真的 就把它改成中正反共園區嘛 不是很好嗎 反共園區啊 老講是最反共的啊 那你民進黨也反共啊 那這點不是一樣嗎 就是反共園區好了 民進黨不肯 正亮 剛才韋翰說 蔡英文這個任內 一定會把它給移除 真的嗎 我不講蔡英文任內 沒有啦 我是說一直往這個方向出去 但是亮哥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啊 我跟你講喔 這個當然一定會引起 我們國軍內部 有些人會不滿嘛 那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去中的符號 所以你說他一定要做這件事嗎 我覺得不一定 他可能就是在他比較 而且他現在只是一個提案嘛 並不是一個執行案 只是說你們去研究一下怎麼樣嘛 對 促轉會提出來的 真的啊 我的建議最好了 改成中正反共園區 平常改啊 對 為什麼不改呢 這樣子 阿根不是改成自由廣場嗎 對 門口是自由廣場 對門口是自由廣場 它裡面主店還是我們從下 如果說外面 如果外面是自由廣場 裡面是中正反共園區的話 假設 假設啦 以後呢 兩岸關係呢 大陸觀光客來過來了 突然變成 少了一個景點了 其實是有點可惜啦 其實促轉會他所提議的幾個點 他不是只有一個同向遺囑而已 他覺得說 從那個大宗制政 那現在叫自由廣場對不對 就是國圖這邊 央圖這邊 一走進來後 遠遠的左右邊看到那個 國家劇院跟音樂廳 哇那裡有一個 殿堂在那裡 你就全程的 這個怎麼樣 這叫仰望他 哇那是一種崇拜不行 他就是這樣設計的 他就說絕對不可以從大門口進去 你要從後面的大宗門進來以後 斜斜的側面過來看以後 就沒有那麼尊敬他 崇拜他的 他連參觀路線 跟那個 看的角度都要去 你問年輕朋友進去 有什麼仰望崇拜 沒有這個 他就是一個人 繼續抓寶可夢而已啦 繼續抓寶可夢比較多 想太多了 抓寶可夢 民進黨人私底下都說那是中正廟 對啊 中正廟 這個 雖然我們時間是已經超過了 但是我們因為兩 可能有很多人很關心這位 一分鐘就好 或是我們最後超時間的 一分兩分鐘 這個阿賴爺 就是外交部的這個案子 他怎麼會把這個玉山呢 就是誤植成這個阿爾卑斯山 這個裡面到底有沒有些 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在 而且玉山大家都知道 玉山長怎麼樣 怎麼會像我 怎麼看也不像 是 就是說一個那麼年輕的公司 他在2018年 成立三個月就拿到外交部的案子 成立就拿到外交部的案子 你去成立公司看看 我肯定拿不到的 我這個 這個就肯定拿不到 就是說 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個而且是限制性招標 對 到底怎麼一回事 就是 那個乃金剛剛有個朋友爆料給我 說這個公司成立以來得標六案 有五案都是外交部的 或諸位機構的 我本來知道只有三案 所以是有五案的 有五案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案是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 有專門拿政府標案的 都是政府的 限制性招標 因為我去查了一下 就是說阿賴爺的公司的這個創辦人 是台大戲劇戲畢業的一個年輕人 其實看起來很不錯 但是很特別 就是說他的公司才剛成立 他的第一個案子 他就是用VR去拍 就是外交部那個雙向元的那個案子 就等於是說 你剛剛說他成立到現在六個案子 六個案子 有五個是外交部 五個案是外交部 而且乃金我跟你講 他110年國慶文宣影音短片案 還打敗民視 關鍵就在於他打敗民視 就是有三家的公司去燒標 然後他是174萬多 最接近底標拿到了 民視也不過比他多一點點錢 民視就沒有得標了 所以有傳聞 有傳聞 這次怎麼會被這麼專業的山友發現呢 這裡面這個專業山友的背景 顯然就是非常的專業 這個話題太專業了 因為你想想看 你怎麼能夠拿 你一家公司 一個新成立的公司 如果說這些的影像 他是講是說 他們從片庫裡面找到的這個影像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這些的片庫的東西 它藏在哪裡 你除了是這個國家的影音檔案圖的話 電視台最多 很多都是你要去買的 或者是說你要去拍這個玉山的話 你要拿玉山的話 你一定要跟齊柏林買 那你這個 你後來誤用的這個阿爾卑斯山 你從哪裡買來 而且那都沒有標明的是什麼 對 你要從哪裡買來 總會註明一下那是什麼 你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去 用了一段影片之後 你會物質 然後有誰有這麼的專業 可以從這裡面看得出來說 他那個東西是物質 連玉山都搞錯了 還講什麼愛台灣 是啊 來 韋翰有沒有什麼 30秒的補充 我們不是山友 誰能看得出那個玉山 而且看出有問題的 我看你就算是上友 你不見得看得出來 應該也不是什麼山友 我跟大家講清楚了 因為剛剛趙先生在講 如果是個網紅剪影片 比如說 他要去用網路影片 我標註來源嘛 對不起這是政府標案 限制性招標 他所要求一定是每一個畫面 都是你去拍的 如果不是你去拍的 你要買下那個版權 買下的版權就表示 我不用標示出處 所以他買下那個畫面沒有 如果有的話 他一定知道那個不是玉山 是國外 是瑞士的山嘛 或者是他連買都沒買 網路上抓一抓就用 那問題更大 我們政府的影片 是一個沒有版權 那更麻煩 一般這種標案 而且一百多萬 就是你要去拍嘛 你今天出一趟 不然你傳播公司幹嘛的 我們電視台也是一樣 這東西很清楚的 所以說物質 這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顯然就是弄一弄以後 然後就想要過關了 不想要去花那個拍 跟買版權的成本 但是有人知道 我相信不是看出來的 而是有人知道 因為他已經拿那麼多標案了 兔子哥他知道了 因為兔子眼睛紅紅的 眼紅了 都是你拿的 我們不會知道 這是內部的消息 才會把它露出來 是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而且國家丟這種臉 這個外交部 政府裡面那個標案 太糟糕了 我覺得很腐爛的 是 好 這個謝謝大家參與討論 央毅 他說 建議把中正紀念堂的 蔣公的銅像 改成四叉毛銅像 四叉貓萬事 誰要去 四叉貓你這個還不錯 這個是我覺得 蔣公銅像裡面 非常帥的一個 後面的那個 紀念四叉貓 打高段以後 抗體飆高 建議的銅像 好 是 拜拜 我們再聊了 拜拜